其實性騷擾部分 我覺得我自己是在網路上騙過 他們會分享他們自己的重要部位給我們看 然後我們就會嚇到 遇到這種騷擾跟這種狀況的話呢 我自己是選擇適而不見 那是有這些男外圈子類的前輩嗎? 好像比較沒有 因為我們遇到的前輩都很照顧你們 我都遇到玉琳哥啊 對啊 憲哥 哈哈他們 對 你知道最近這個性騷擾話題很嚴肖 是 大家這種好奇有沒有遇過這樣的狀況? 其實性騷擾部分 我覺得我自己是在網路上偏多 因為我以前就是拍比較性感的照片 但我們都是出寫真的嘛 所以呢在網路上的騷擾會比較多 那我面對這種 遇到這種騷擾跟這種狀況的話呢 我自己是選擇適而不見 我都選擇適而不見 我遇過什麼樣的騷擾動作 可能就是之前呢 他們會分享他們自己重要部位給我們看 然後我們就會嚇到 那現在IG比較貼心 有設定一些 誤勞的功能 就是照片會打萌 所以現在一定是可以知道 這張照片可能有一點問題 所以就盡量不打開 其實我覺得我還好耶 因為我的鄉民們都非常有禮貌 而且他們也非常保護我 所以我自己覺得 我的鄉民是一些很有禮貌的私這樣子 因為是LALA隊女神 所以大家都會去現場支持你們啊 在現場遇過一些比較貼貌的事嗎 不會他們就是很開心的拿著大炮在拍我們 然後我就是瘋狂對那些大炮放電 所以呢好像也沒有 我自己也是樂在其中啦 有關係一下短鏡最近的照片嗎 因為我們我跟他不太熟 但是有聽到他的新聞這樣子 對啊 所以你之前在試鏡的時候 有遇到表演講過 就是去聽說的時候 其實我沒有試鏡過耶 對 我本來沒有試鏡過 我直接是寫的 我沒有遇過試鏡 對 因為我沒有拍過 是表演課的說話嗎 表演課 因為我們表演課是一群人一起上表演課 所以沒有進去 工作上比較早 比較吃豆腐嗎 因為我工作上都是跟著經紀人 或是跟著我的助理 所以盡量會避免兩個人獨處的空間 所以應該還好 所以你們都是在粉絲上面 遇到那個時候 就現在在圈子內的前輩 好像比較沒有 因為我們遇到的前輩都很少不遠 對 我都遇到玉琳哥啊 對啊 憲哥他們 對 那就是呢 盡量呢 避免獨處的空間 然後如果你要工作失禁的話 盡量找經紀人 或者家人 或者是有人陪同 拍照的話呢 就是要做好防護的措施 該貼的胸貼啊 該貼的一些 膚色膠帶都要做好 然後盡量找性能的攝影師 就是剛好工作比較忙一點 也比較沒有辦法正餐的時間 好好吃飯 現在幾公斤 41.7 太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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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搭了 我在泰國我盡量餵飽他 對 身體狀態還好嗎 你從那裡的壓力大 你就要放過一點 喔 現在都還好 因為剛從泰國回來 然後今天又是 跟著師妹一起工作 心情就蠻好的 女孩們 就是同事們 只要看到我就會說 林鄉你要多吃一點來 你要吃花椰菜 我的花椰菜給你 然後他們就會準備 那些零食啊 一些韓國美菓 對 所以你不是刻意減肥 是真的沒有減肥 嗯 就是真的沒有刻意 特別的去減肥 他自己也想要胖一點嗎 因為我覺得太瘦有點憔悴 對 嗨 大家好 我是舞痛謝 我是乃哥 我是許乃琳 我是台灣最少爸爸生 我是蔡美鳳 我是蔡康永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A4 我們是浩角翔琪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米亞倫 祝福三立新聞網 十週年生日快樂 在這裡要祝福三立新聞網 十週年生日快樂 祝三立新聞網 十週年生日快樂 恭喜三立新聞網 十週年十全十美生日快樂 在這邊要祝三立新聞網 十週年生日快樂 祝福三立新聞網 十週年生日快樂 祝三立新聞網 十週年生日快樂 祝三立新聞網 十週年生日快樂 祝福三立新聞網 十週年生日快樂 祝福每一個人都能眼上一道 祝三立新聞網 十週年 Happy Birthday 祝你生日快乐